就算風晴雲乾 我會一直守護著你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彩瑩 今天請到的是專職操作者韓生曼 曼曼老師老師好 彩瑩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SEMI提出他將看待明年的半導體產業 台股的後續發展投資人應該注意哪些呢 老師 OK好 北美半導體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有提出一些的 對於半導體的部分有提出一些警訊 對一些數據 當然我們從所謂的半導體的出貨的 這個金額來看的話 其實他確實有出現這樣子的一個隱憂 有點中下坡 對沒錯因為他過去已經我們看到 其實已經連續四個月都下降 最近來講10月份這個金額來說 也是創最近8個月的新低 所以表示說 在今年的大概5-6月那時候 開始出 見到新高之後 其實這個出貨金額一直在下降 那他所反映的是一件 這個是所謂的半導體科技業的上游 就是設備廠的部分 那設備上最主要就是說 你底下這些下游的廠商 一旦他們要進行擴廠 添購機器設備 他們就要必須往他們上游 去做這樣採購動作 所以通常大家也會把這個當成是一個科技業的溫度計 當他出現這樣一個降溫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懷疑說 是不是這個整個的科技業 開始在明年度 會開始去走下坡 出現一個衰退這樣子一個現象 那我們看數據來說 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過今年到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的整個的出貨的這個金額來說 年成長來講 跟去年相比來講 還是可以成長30%左右 所以這個成長力道還是很強 對只是說在整個年中 就是在整個第三季第四季開始 這樣子的一個下游廠商 他的一個備貨 就是說去擴廠這樣子的一個現象來講 開始去保守 比較沒有那麼積極了 你只能這樣去解讀他 所以出現這樣一個數據 只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開始去注意 接下來這個半導體業的部分 他只是一個做良性的降溫 還是這邊開始進入到一個 正式做一個衰退動作的話 是要持續去關注這樣子一個數據 對 那整個半導體的設備的部分來講 最大的就是美國的應用材料 這家公司是最大的部分 現在發現從整個高點下來 他已經修正了超過50%左右 已經一半了 已經腰斬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今年度來講 他的營收跟他的整個EPS 確實是創下他歷年的新高紀錄 這個是目前的數據 是傾向這樣沒有錯 可是今天為什麼他股價出現 這麼大幅的一個修正 他提前反映的是 因為他出現了 他出具的財報法說 告訴大家說明年第一季 他是對於整個營運是看淡的 因為包含他的 預估的營收跟法人的預期 都有相當 一個大概10%左右的一個落差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營運開始趨緩 對於明年度第一季 整個營運是看淡的一個情況之下 來講的話 當然在股價上 他就會提前去做反應的動作 那我們看的這個是他的整個周線圖 其實他已經做出一個比較明顯的 一個短線的一個頭部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這是花一兩年所形成的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跌深了 他有機會去做個反彈 但是關鍵點還是要去看的是說 後續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整個半導體業 他是出現的是一個降溫 還是一個比較屬於負面的一個衰退 那就是要後續的持續做追蹤 那台灣的部分來講的話 最指標性的就是台積電了 對呀 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最近股價也非常弱勢 前幾天都很疲態 還是在創低 那其實我們從他的資本支出來看的話 他其實對於整個從過去這幾年 包括今年也是 他的整個資本支出是完全不熟軟 還是一樣大幅在增加 那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會願意去大量去做擴廠 跟添購自己的機器設備來說 相信他對於整個未來 未來還是有規劃 對還是有一些的看好 他才會願意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投資 那只是說台積電他去做這件事情 他為的目的是要去鞏固他的先進製程的 這一塊的一個領導的一個地位 所以他去做這個動作 那他具有這樣的指標情況之下 只要這個溫度不降 其實我認為在整個產業來說的話 短線上他只是處在一個 就是不上不下的位置 對不上不下 長遠看還是 對現在馬上去看他悲觀 我覺得有點言之過早 還是太早了 對 那我們從周線的情況來看 從這一波台積電 從268修正到最近的220 很深 所以你看最近大盤就是完全強不起來 可是你從周線比較 我們用比較長線的角度去看 他已經回到了整個大頸線的支撐區 沒錯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在講說 算短線上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很弱 但是好像他又有一股力量是跌不下去 這個跟互不互 好像已經在就是卡在那裡 那這個跟有沒有互盤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明顯直接的關係 你今天就整個長線角度來說 你打回到一個比較明顯的支撐區的時候 他具有一個短線掙扎支撐的力道 至於好跟不好 那其實至少他也要反彈 再做一次的右肩之後 萬一真的不行 再下來 那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驗證 那也不會是當下這個時間就掛掉了 對對對 那最麻煩的是我們看的是整個半導體的 廢層半導體的指數 你看那個周線很明顯 這麼長線周期的一個線圖的走勢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他那個頭部已經很明顯出來 而且最近是跌破頸線 跌破頸線之後又不太反彈 就是整個呈現橫盤的在這個地方增長 沒錯 所以最怕最怕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又再補一隻腳 再繼續下去 對那就比較麻煩 這就比較麻煩 所以這一點反而是我們要去關注 是整個半導體的部分 他有沒有出現虛弱的地方 確實在整個大架構來說 他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的問題點了 那這是事實 那這是長線的架構跟趨勢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我覺得還有一點時間 那可以再去做一個追蹤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要從幾個點去切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為什麼半導體設備 這邊會開始比較趨緩 主要就在於整個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沒錯 都是打5G之戰 半導體 沒錯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中美貿易戰 但他產生最大的影響 就是在於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的半導體設備 消費的一個國家 最近美國跟中國 又在打一些智慧才安全 在打一些貿易戰的時候 開始會去限制進出口的部分 那就會影響到在大陸的部分 他不會開始去 他的整個廠商就開始比較保守 不敢在大局去採購機台設備什麼的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貿易戰持續延伸下去的話 那可能對於整個半導體業 就會受到波及 就會真的受到波及 那個影響層面就比較大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講21美金的部分 他現在每個月的一個出口的金額 目前都還是首穩在21之上 雖然有衰退 但是還是在這之上 所以那表示 只要不要持續性的衰退 低於這個數字的話 我認為還是比較正面的去看待 那第三點的話是比較傾向是 既然我們剛剛看到 廢城半導體的周線 已經出現比較大周期的一個敗向的話 在整個電子業 未來部分還是要去保守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5G AI 車用電子跟3D的記憶體的部分 是未來下一個世代 他們有沒有辦法接棒 會是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如果有辦法接棒的話 整個半導體的產業 不會出現太明顯的一個衰退 那現在的話是手機 跟電腦伺服器相關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一個 現在是處在一個調整期 那如果這個調整期 沒有辦法順利接棒的話 那這些新興的產業 沒有辦法順利的快速的接上來的話 那可能對於整個半導體業 他會比較明顯去進入到一個中期的 一個修正的情況 感謝漫漫老師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選股的行情 及選股的策略的話 一定要記得持續我們的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